这样算不算性骚扰啊 有一个女人她感冒咳嗽 她就跑去诊所看医生 结果出来之后呢 她说这个医生啊 对她不礼貌 她说呢 在旁边没有女性护士的情况之下 她把听诊器 伸到她的内衣里面去 甚至说她的这个 手的这个小拇指啊 还触碰到她的胸部 所以觉得遭到了性骚扰 出来就告医生了 检察官认为说 看诊不需要去碰到人家胸部啊 就将医生起诉 但是医师说 我哪有那么笨啊 我这边还有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呢 她公布这个画面呢 来自清 左看病 医师拿出听诊器做检查 却被指控性骚扰 接下来接着听诊 先隔着衣服外面听 这速度是有点快的 第二层 然后接下来第三层 这时医师撰写病例 女子竟然一声不想离开 半个小时后 女子和丈夫到诊所 要找医师说个清楚 她当初可以说什么吗 当初啊 没有没有 当下都没有说什么 我也没有发现什么什么异样啊 女子控诉医师听诊过程中 拿听诊器伸进右边的胸部 还用右手小拇指碰触 对她性骚扰 我绝对否认的 也许她这个听诊器碰触到 她就是误认为是我手指头去碰的 再看一次不到五分钟的看诊时间 女子将衣服往上拉 让医师听诊 听诊的时间不到五秒钟 医师强调听诊的位置 没高于横隔墨 否认性骚扰 这是在听诊过程当中 移动过程 我也不知道 不小心 不小心就是 可能这个听诊器是有碰触到一点 医师不惜公布画面 强调清白 但检察官认定 听诊不需要拉开上衣 而且护士又不在场 违背长情 仍将医师依性骚扰起诉 中日新闻公寓的台中采访报导